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动机排放的污染物了 无论汽油机还是柴油机 燃烧后都会释放这些污染物 柴油机的这三种排放物比汽油机低 但氮氧化物略高 颗粒物就更多了 能达到汽油机的几十倍 没经过处理的柴油尾气 具有高度的致癌性和失眠 披霜一样可怕 对它们的净化要求要更严格 所以柴油车也多了一些零件 尾气颗粒物需要微粒补集气 但氧化合物需要用尿素净化 所以开柴油车跟种地一样 隔断时间就得加尿素 只要尾气处理得好 柴油能比汽油更环保 处理不好的话 有些车企为了省成本 给柴油车尾气排放造假 最后钱也罚了 名声也败了 搞得今年全欧洲柴油车销量都下降了不少 国内的柴油油品也不行 几年前柴油流含量超标 那些欧洲的柴油车受不了 我去过很多城市都现行柴油车呢 不过听说环保政策越来越严格 油品也越来越好了 柴油的家用车想冒黑烟都难了 汽油机柴油机也没啥好争的 反正过去年燃油车都要尽售 大家都还电动车 有道理 我攒钱买特斯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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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